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赚明,继续给大家播讲 和我们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二月晚苏区的地方主义 那么今天这集呢,我要给大家再讲一讲 二月晚苏区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实践 这就是白雀元素反 白雀元素反和随之而来的素反扩大化 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张国焘 在之前所进行的改革遭遇到的挫败 在此之前,张国焘仍然愿意用较为温和的方式 来纠正党员的思想错误 以及将异己分子洗刷出党政军组织之外 但是呢,因为张国焘他必须依赖少数的地方精英党员 来执行他的改革计划 而他的改革计划又在很大程度上 和地方精英党员的思想意识、利益发生了冲突 因此呢,张国焘的大部分改革计划 都成为了停在纸面上的命令 并没有能够被付诸实行 很多地方的工农监察委员会 到了9月份还没有设立 很多地府出身的异己分子 仍然没有得到甄别和排查 那这里面呢,基层党员和民众的思想政治水平 普遍低下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比如说像工农监察委员会 即使他成立了,但其中大部分的成员 甚至都搞不清楚如何去划分富农和中农 张国焘想要建立统一的苏维埃财政系统 但是问题是,在基层的苏维埃 严重缺乏能够算清账目的专业人士 因此往往是非言了事 而且还出现了 监委会认为对农民的生活进行限制 反而不准农民多吃油盐 甚至禁止农民吃肉这种荒谬的现象 另外呢,在肃反方面 尽管中央分局规定了保卫局在组织上是独立的 不受所谓政府的管辖 党组织也只是给以政治方向的领导 但是实际的情形却是地方干部 严重阻挠保卫局的工作 甚至要求保卫局向地方干部负责 当时麻绳县委的曹湘思 就曾经认为保卫局没有向他报告 因此抵制保卫局 结果中央分局对他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说他是最恶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度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党员之间的私人感情联系 也是造成思想斗争 成分改造和肃反运动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早期党员在加入共产党之后 仍然保有浓厚的地方观念和私人情感 并没有能够完全的按照阶级和政治党派的观点 去区分敌我 所以很多人仍然和同乡同学 或者其他有着良好私人关系的非党员 有着来往 甚至还和白屈的被党组织视为是反革命的分子 有着私人的通信 由晚西北特委的话来说 这叫感情超过组织的事情时有发生 总之因为种种的原因 大多数的党员并不太愿意进行自我批评 或者说不愿意进行切忠痛处的自我批评 甚至还发生了有些被开除出党的异体分子 还能够找到党组织 并且知道党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当时越南特委就发生了这种情形 总之呢 张国焘最初所进行的思想斗争 改造成分运动 以及肃反运动 根本就没有起到多大的效果 在红军方面也是如此 本来呢 许多红军将领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 进行了自我批评 当时会议上张国焘也很满意 他说 为红军中工作同志 更能彻底的把过去一切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揭露出来 这是非常好的自我批评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这些红军将领在会后 就把自己所做的自我批评 完全丢到了脑后 红军仍然是一支不守纪律 桀不寻 不听指挥的部队 当时在光山白雀园 专桥一带活动的红四军师三师 所属的特务营和三十七团 就被人检举 说不仅考察 随便抓人 杀人 乱拿东西 乱没收 而配合红军到白区去行动的 割粮队和运输队也是如此 他们不仅打劫富人 甚至还抢了一些贫固群众的东西 更谈不上在白区发动群众了 那么这些现象再次证明了 自我批判并没有能够消灭红军的游击习气 那么红四军的南下之争 是造成白血缘肃反爆发的导火索 因为南下之争 让张国焘感觉到了 红军将领的伟大不调 他们不仅让张国焘感到愤怒和不满 甚至让张国焘感觉到了恐惧 因为这说明 红四军将领并不听从党组织的领导 那么说不定哪一天 这些红军将领也可能就带着军队 直接自作主张远走高飞了 而更为可怕的是 万一他们会发动兵变 那么就会直接威胁到张国焘等人的生命安全 我们不要忘记 在土地革命时期 共产党人的的确确是把脑袋 噎在裤腰带上闹革命 这不是一句细词 也不是一句玩笑话 这句话的背后透露的是血腥和残酷 我们不要认为张国焘等人 对红军将领的疑心是起人忧天 恰恰相反 这种不安和疑心 是来自于鲜血和生命堆积出来的经验和教训 世间很多的事情都是无巧不成书 就在张国焘对红军将领产生疑心的时候 非常巧合的 厄与晚苏区首府心急 发生了岳维郡劫劫狱事件 这更加加深了张国焘等人的疑虑 岳维郡在1931年3月的双桥镇战役中 被红子军所俘虏 不过红子军当时并没有立即处死岳维郡 而是将其囚禁 希望他的家属能够付赎金 当时岳维郡先是被关押在黄安县的程维德村 随同他一起被俘的官兵 则被关押在与成维德村相距十余里的 建厂河红军后方医院 关于这次劫狱事件的经过 张国焘在1931年11月 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是这么描述的 他写道 8月初破坏了一个 岳维郡所组织的反革命团体 名AB团 自成一系统 大约有120人左右 大多数是岳维郡的旧部 由于过去对岳维郡的机会主义 甚至抱有幻想 因此过分的准其自由 直到中央分局成立之后 组织保卫局 才将其禁闭起来 岳维郡经常供给这些反革命团体之计划和经济 建立赤区内外交通网和侦探网 联络赤区一切反革命分子和组织 计划于9月15日暴动 打算毁掉医院的药房 抢岳维郡出去 张国焘的报告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那就是他说岳维郡的反革命组织是AB团 当时俄宇宛苏区主要的反革命派别 如果真实存在的话 是改组派 而不是AB团 张国焘把俄宇宛苏区的反革命组织 当成是AB团 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他试图 把复田事变的模式 套用在厄宇宛苏区上 张国焘在这份报告的后面则说到 他是利用了复田事变的经验 由此可见 所谓岳维郡组织AB团一事 这极有可能是张国焘 牵强附会的虚构罢 不过呢 即使岳维郡组织AB团这件事情 是张国焘的虚构 但是整个劫狱事件是确确实实发生的 在此之前 吉红昌的国军三世师 在1931年2月和3月 国民党对厄宇宛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的时候 就曾经试图抢走岳维郡 后来失败了 这也是为什么岳维郡被转换关押地点的原因 另外呢 从岳维郡事件的这份报告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过去厄宇宛苏区在俘虏了反农派之后 不仅没有给予他们审判和处决 反而借此来勒索罚金 在得到罚金之后将他们释放 这种行为 对于要求党员要有坚定的信仰 要有坚定的阶级观念 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的党中央来说 自然会有很大的不满 张国焘在另外一份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则说 苏区的财政来源除了累金税之外 可由保卫局所指挥的特务队 捉了白区豪申缴款 过去有交了款就犯了错误 现在需要绝对禁止 岳维郡前后缴了大洋9万元 需要价值不到1万元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厄与兰苏区 真的就是把岳维郡当成了肉票 而不是政治犯来对待 那作为肉票 对他的关押自然并不是十分的严密 甚至可以想见一些苏区的党员 很有可能与他私下往来 但是这样的情况 自然就让张国焘等人 既不加深了 红军部队有军阀土匪习气的认识 另外我们要强调的是 从岳维郡的这种情况 我们也可以看到 厄与兰苏区 在财政情况上的逐筋见证 这就再次论证了 推行反富农政策的不可避免 那么关于岳维郡劫捷狱事件 从零星的记录史料来看 这次捷狱事件的真实情形 很有可能是当时一些负责党员 在没有事先请示张国焘的情况下 私下就答应了岳维郡 只要他再付一笔罚金 就将他和其他被关下的士兵一起释放 那么因为过去 厄与兰苏区党组织 也是如此对付俘虏的 所以这些负责的党员 并不认为需要先向张国焘报告 而张国焘在得知此事之后 大发雷霆 就把这些党员当成是和岳维郡勾勾结的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 那么在这个事件中和岳维郡达成协议的负责党员 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任军事委员会参谋主任的李荣贵 根据徐向前的回忆 劫狱事件发生之后 李荣贵在后方心急遭到逮捕 那么很快 这场反革命事件就迅速的扩大 并且和红四军的南下之争联系了起来 当时陈昌昊正在赶往晚西和红四军会合 根据张国焘所说 陈昌昊原来打算坐飞机前往晚西 不过由于机场不好不能登陆 折回新级之后才再度启程 是在9月13日到达了晚西 陈昌昊到达麻布之后 先是逮捕了和李荣贵关系密切的 28层团长潘一佛 实时参谋主任柯伯源等人 根据陈昌昊后来所说 潘一佛等人和李荣贵的私人关系极好 潘一佛的留下和恢复党籍 这都是李荣贵操作的结果 那么在麻布逮捕了潘一佛等人 并和红四军会合之后 陈昌昊又得知了一个惊人的阴谋事件 据说红四军攻下英山献生之后 蒋介石的代表中军和他的弟弟中梅桥两个人 前来与许基慎进行勾结 除了任命许基慎是暂编十四军军长之外 还任命了同属于许基慎反革命集团的 萧芳周维忠等人作为市长 他们的任务是要把红四军拖到五穴去搅枪 去扯青天白日的旗帜 参与这个阴谋的除了许基慎 萧芳周维忠三个人之外 还有许基慎的好友 熊寿轩 庞永俊 高剑斗 丰俊 王明 魏梦贤等人 这些人基本上囊括了 红十二师所有的高级指挥员 那么这个阴谋事件 是否仅仅是陈长浩的胡乱栽赃 恐怕也不尽然 在徐向前的回忆录和当时留下的文件中 都提及了这个事件 但是每个人的说法不一 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里说 这是一场由国民党的大特务曾霍芹 所策划的反间计 他说当时的确是有一位名叫中书武的 也就是中俊 前来英山找许基慎 给许基慎带来了一封曾霍芹的信 虽然徐向前他也承认 许基慎的确是关系复杂 但他认为当时许基慎连人带信交给了军部 由此可以证明 许基慎他不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不过当时徐向前和曾中生 和写给中央的报告 其中关于此事的记载 却和他后来的回忆录颇有出入 在这份报告中 徐向前是这么写的 打下英山之后 有名叫中书武者 自称前来找许基慎 经过我们秘密审讯之后 他说名义上是从南京政府派来运动 许基慎倒戈 实际上他是第三党 受邓眼达之命来找许基慎的 这一问题 我们除了密报到中央分局之外 还有一件事要报告中央 就是他说他加入了于萨渡所主办之黄埔革命同学会 是共产党员袁静明 刘洁廷两个人介绍的 中某我们秘密关押着 将押解到中央分局去 由中央分局去查办 从这份报告中 我们可以看到 许向前等人并没有说中书五 是由许基慎代言灭亲 送到军部去审问的 也没有说许基慎 曾经亲自向许向前等人 坦白中书五是国军派来的间谍 反而是由许向前等人 秘密审讯中书五所得来的口供 而中书五也不是曾和情所派来的间谍 而是第三党的分子 实际上当时首次把许基慎 和曾破晴两个人联系起来 是后来中央分局 在苏区肃反专刊上 所披露的一封曾破晴 写给许基慎的信 如果我们客观地分析这次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事件的正解 是在于许基慎暧昧的私人关系 但是许多共产党员在入党之后 并没有像中共中央所预期的那样 完全是以阶级和政治立场来分辨敌我 这也是人之常情 很多共产党员和一些非党人士 甚至是被中国共产党认为 是政治或者阶级上的敌人 还保持着暧昧的私人关系 这在黄埔师声中 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当然这并不是说 他们保持这种私人关系 是为了从事反革命活动 而因为他们并不认为 从事革命就必须要切断 这些暧昧的私人关系 更何况有的时候 经济立场和政治立场 往往是暧昧不明的 而且后来新中国的建立 也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员 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私人关系 这极大的帮助了 后来统一战线的建立 但是在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还是以基地斗争为纲 所以这种和非党人士之间的 暧昧的私人关系 就很容易成为 被定性为反革命活动的 催命符 这并不是由某个人 或者某几个人的意志 所决定的 而是当时 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 以及中国共产党 他自身发展的情况所决定的 我在逝去的牛人专辑里 曾经讲过许吉慎 这里呢 我再给大家多聊几句 关于许吉慎 许吉慎他曾经在黄埔军校学习 而且根据现在的一些史料 我们可以看到 许吉慎是一个性格外向的人 他交由甚广 所以很自然 他的那些黄埔一击的同窗 很多人都和他 有着或多或少的朋友关系 而这些黄埔同窗 有不少人 也成为了共产党的死对头 或者是第三党的成员 因为这里呢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强调的因素 那就是在国共分裂之后 在土地革命时期 有相当一部分的黄埔学生 他们的政治立场 是在发生转变的 比如说于萨杜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于萨杜曾经是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 第一营的营展 在参加秋秋暴动的时候 卢德明牺牲之后 于萨杜实际上就成为了 起义部队中最高的军事领导 但很可惜 因为他和毛泽东意见相左 最终离开了起义部队 后来甚至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成为了第三党的干将 而当第三党的领袖 邓远达被杀害之后 于萨杜就彻底又投靠了蒋介石 如此一个政治立场变化多端的人 连中共中央都曾经为以重任 许吉慎又如何能够彻底的切断 两者之间同创加好友的关系呢 另外许吉慎在南昌暴动之后 曾经逃至上海 和熊寿宣等人搞了一个秋阳书店 按照相关史料的说法 这个书店呢 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 假借书店为名 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系的机关 做白皮红心的工作 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安徽及同乡的身份 联络当时割据晚西北地区的博文卫 但这个时候 上海的政治局势非常的复杂 不仅仅有国民党 共产党 还有第三党 第三党是出自于国民党的左派 按理说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 应该是盟友关系 因为在宁汉河流之后 国民党左派的领袖 邓远达和宋庆龄 都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他们两个人都曾经去莫斯科 寻求延续三大政策的可能性 但是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 当时中国共产党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 坚持阶级斗争为刚 所以不仅没有和第三党结成盟友关系 反而将第三党也定义成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敌人 但是因为第三党 从来就没有提出过尖锐的反共口号 因为继承总理宜训 坚持三大政策 这是第三党的核心宗旨 而第三党的主要成员 又都是黄埔军校的师生 这就使得许基盛等人在上海 他们很难把第三党定义成 是针锋相对需要斗争的敌人 再加上许基盛交友广泛 所以许基盛在上海和第三党有联系 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那么许基盛来到厄宇宛苏区工作之后 很明显他并没有切断 这些暧昧的私人关系 结果呢来探望他的中俊 就被徐向田等人抓捕 按照徐向田的回忆录 中俊承认自己是第三党派来的特务 但是关于当时到厄宇宛苏区 和许基盛联系的人 在相关史料的记载中 实际上是非常混乱 按照徐向田的回忆 中俊在被抓之后 是被押解到中央分局去的 但按照陈长浩的报告 他根本就没有看到中俊这个人 按照四军军部的说法 中俊已经被枪毙了 但还有一些史料 说中俊实际上是被许基盛给放走了 那么接下来的史料记载 又说陈长浩不知道从哪里 抓来了一位名叫中梅乔的人 按照陈长浩所说 中梅乔是中俊的弟弟 他在十二世的政治部 已经住了一个月 后来呢中央分局在新级 举办了一场审判中梅乔的大会 主审员是张国焘 四位陪审员是陈长浩 刘士奇 高静廷和徐向前 在他们的审判下 这位名叫中梅乔的人物 不仅承认了他是蒋介石派来 勾结许基盛的间谍 也说到中俊已经被许基盛释放了经过 但是在徐向前的回忆录里 并没有提及中梅乔这一号人物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 也只提到他们审判了一位姓吴的 十四世师部的参谋长 也没有提到中梅乔这位人物 那么张国焘 陈长浩 徐向前 这三位重要的当事人 他们的回忆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 到底存不存在中梅乔这样一位人物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 但是有一点确定是 在三个人的回忆录里 许基盛的反革命行径 证据确凿 而中央分局 把审判国民党间隙的经过 披露在当时诉许所发行的 诉反专刊上 还同时披露了一封 曾阔晴写给许基盛的信 把勾结许基盛的主谋 由原来的邓演达的第三党 转变成了蒋介石的特务曾阔晴了 但正是因为这几位当事人 在他们回忆录中相互矛盾之处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定 将许基盛定性为反革命 他当时的证据到底是什么 又是来自于哪里 而又是谁 把这些真真假假的证据 组织起来 置许基盛与死地 这到底是张国焘 陈彰昊两个人的决定 还是当时 欧阳苏区 红军整个领导层的共同决定 那么我们现在 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 反革命 这是张国焘等人 要除掉许基盛的借口而已 许基盛尽管有很多问题 但是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忠诚 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 是不容置疑的 但这些并不能阻碍张国焘 对许基盛的杀心 张国焘之所以要除掉许基盛 除了由于私人恩怨的缘故之外 因为许基盛曾经嘲笑张国焘 是右倾机会主义 另外许基盛他伟大不调 他在基层红军官兵中的威望和影响力 成为了张国焘 要除掉他的主要动机 而许基盛有着强烈不满情绪的 不仅仅是张国焘 甚至包括徐向前 尽管徐向前在他的回忆里 一直为许基盛喊冤 但是徐帅为许基盛喊冤 是认为许基盛不应该被杀 但是徐向前并没有否认 他认为许基盛应该被批评 被教育被处理 许基盛是有严重的英雄主义倾向 而且视材自傲 因此呢 即使在张国焘等人 到达厄与满速区之前 许基盛的这种作风 也让徐向前 曾中生 邝聚勋等人难以忍受 曾中生和徐向前 在其为南下之争 写给中央的报告中 除了为四军南下的行动辩护之外 还批评了当时全军无论上下都还存在着国民党军阀的残余观念 对政治委员制度缺乏基本的认识 一般对政治部甚至是上层的同志没有深刻的了解 和群众配合的军事行动还是非常的不够 他们还提到 红军的根本问题 还是政治的坚定问题 是英雄的个人单纯军事观念的领导 那么这些批评矛头的指向 正是许基盛 而当时党中央最怕的 就是红军将领的伟大步调 以及红军行动的 无组织 无纪律 我们都听过那句著名的党指挥枪 很多人就把这句话 和毛泽东联系起来 但实际上党指挥枪 早在国共分裂之前 就已经被相当一批的共产党员所重视 而在国共分裂之后 经历了腥风血雨洗礼的中国共产党 更是把党掌握武装力量 看作是重中之重 而简介石对中国共产党举起屠刀的教训 也让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党中央 对于军事将领的绝对服从 政治立场的坚定性 都分外的敏感 军事才能越是突出的将领 越是如此